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 我是刘姐 今天用冬瓜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保证你吃一次就会喜欢上它 吃了半分的冬瓜 头一次见到这种吃法 真是高手在你间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冬瓜 先去皮 再非蒸两份 取一份就够了 另一份留下来炖排骨吃 去掉瓜嚼 再切成薄片 现在天气比较炎热 多吃些冬瓜可以清热解暑 利水减肥 增强免疫力 然后再切成丝 全部切好后收入大碗里 加入一勺食盐 抓拌均匀 扎出水分 腌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洗净的西红色 对半切开 去地 然后切成片 最后再改刀切丁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用 再准备清红椒 再准备清红椒 各一个 对半切开 再切成条 然后改刀切丁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洗净的香锅 先切片 再准备一颗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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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葱花 再准备两粒大蒜 切片 再准备一块老姜 先切片 再改刀切丝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块钱的猪肉 先切成薄片 再切条 然后剁成肉末 剁好后收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冬瓜也腌好了 给它挤水 挤出的水不要倒掉 待会还会用到 挤好的冬瓜丝放到大碗里 再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一点胡椒粉 再加入一把虾皮提鲜 还能够补盖 最后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放在一旁备用 起锅烧油 油烧倒入调好的冬瓜鸡蛋液 开小火慢煎 用筷子给它摊平 摊成一个圆饼 再转动一下锅 让它受热均匀 防止煎糊 煎至底部金黄 再给它翻个面 煎至两面金黄 出锅 现在再来调个料汁 取一个小碗 加入两勺生抽 半勺白糖 一勺鸡精 再加入半碗冬瓜水 搅拌均匀 搅匀后放在一旁备用 锅中再次加入食用油 油着下入肉末 把肉末炒散炒香 炒香后再加入姜蒜炒香 然后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然后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 再下入香菇丁 翻炒均匀炒至断生 再倒入西红柿 翻炒均匀 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搅拌均匀 再把煎好的冬瓜鸡蛋饼扣在上面 用铲子按压一下 这样可以更好的入味 开小火炖四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这时候汤汁也不多了 再下入翘好的青红椒丁 然后再炖20秒 20秒后淋上香油 就可以收火了 收火 装入盘中 这样一到门的冬瓜鸡蛋饼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鲜香味美 太好吃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连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光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